三宝的尽德是绝尘尽 佛绝尔不弥 佛正尔不邪 身静尔不然 我们要从弥邪然回归到绝尘尽 这是三规一 三规一是什么 三规一是佛法教学最高的指导原则 也就是你将来学习一生所需求的目标 自信里面的决真心 不是从外出来的 觉得谁没有呢 个个人都有 这是你迷了 迷了要不起作用 起作用是相反的 起迷惑颠倒 邪知邪尽 身心染污 起这个东西 觉悟之后呢 那你起的就是觉真劲 觉而不迷 正而不邪 静而不然 这个作用多好啊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起觉真劲的作用 所以你看看佛教 你入门 首先受什么 受三规 不管你懂不懂 不管你上中下什么样的根性 一来先给你受关三规 平等啊 把佛法修学最高指导原则传授给你 大公无私 那中国古人常讲 何盘脱出 就一丝毫保留都没有 全部给你了 你一生所修学的 千经万论 一切祝福 无量界所说的一切法 都出不了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全把他包括了 就是觉真劲 那么觉真劲这三藏里面 觉是会藏 智慧 正是定藏 就是金 静呢 亲近呢 是律藏 戒律 不就三藏吗 静而不然 是戒律 律藏 正而不喜 是金藏 拘而不迷 是愣藏 金律论三藏 我们要学的 要修的 要正的 将来要教人的 要弘扬的 都出不了这三个字 佛菩萨决定没有隐私 没有私信 统统都说出来了 这是三宝的 尽得 身心不宜 佛所说的 统统是我自信里的 有点 他的障碍没有了 我现在是障碍 抽出 透不出来 有点 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